马来墨 又叫亚洲墨 印度墨 是现存五种墨中体型最大的物种 也是唯一生活在亚洲的墨 这种动物外形很有喜感 很像是穿着肚兜 包着尿布 而它们之所以长成这个样子 是因为这样的色块分布 使得马来墨在躺下休息时 更容易被其他动物认为是岩石而非猎物 因为小莫出生时 身体有条纹状的保护色棕毛 外貌似猪不是猪 似象不是象 故也被叫做似不象 马来墨的势力不佳 但是具有良好的听觉以及嗅觉 杜克莱尔鸭是一种双用途 鸭品种 以诺曼底的杜克莱尔证明 它是一种罗恩鸭的类型 优优独 set